說到在酒店裡面 等啊等 等王玉郎 等王先生 他的反應 究竟他想怎樣呢 他想怎樣表達給我聽呢 說什麼給我聽呢 等得很心急 你們都等得很心急 但是 先說另一件事 怎麼搞的 突然說另一件事 你搞什麼啊 劉靖堅 就是這樣的 王玉郎當時的心情是非常複雜的 我一定要先把他的腦海 當時的情況 那個環境 解釋給大家聽 究竟發生什麼事 之前後發生什麼事 你才能看到 現在的王玉郎為何會有這樣的反應 所以 不要心急 慢慢聽 首先我們說回 其實 這個月狼機構 就在1986年的8月12日上市 嘩 厲害了 砰 一敲響的銅鑼 還可以 王玉郎 在世界上 這個華人地區 第一個多厲害啊 靠搞漫畫畫畫畫畫 畫出一間上市公司出來 你說畫出彩虹 馬榮成 你那些彩虹 他畫出一個 S加兩棟 更厲害很多 是不是呢 你的彩虹 都靠他幫你 搭起橋 你才會有彩虹 天空是他的 就是這樣 王玉郎當然是勁得爆起 好了 那為何王玉郎可以在這段時間 又剛好上市 跟著又砰砰砰砰砰呢 其實這樣是要講起 在中英聯合聲明之後 香港經濟就開始穩定下來 一路你就知道 你的人心已經 定好了 安安定定了 於是經濟就開始 一路上升 只在1985年 1987年 香港的樓市和股市 都是這樣 升呀升 升呀升 升到人們鬼那麼開心 真是厲害了 當然啦 肉狼機構正正就盛住了 這個聲勢上市 這樣就厲害了 當然 有些 即是 旺老狼要做一些事 首先先講一件事 影響到後面 很大的故事 就在1987年 肉狼機構 就在側如沖 提到在北角度 買了這個叫新民大廈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這個故事 太久了 可能大家也忘記了 新民大廈 令到一個人很生氣很生氣 上一場打下去 你明白嗎 雖然他的力量不太大 但是他的權力是很大的 為什麼呢 原本新民大廈的老闆就叫做 胡仙 就是星島日報的老闆 以前 胡文虎 胡文豹 我們小時候聽到 大佬震驚 那些超級大媽沙 那個年代 胡仙就是話事人 他說 最討厭這些漫畫佬 沒有文化 我們這些搞新聞 什麼什麼什麼 買我新民大廈 省點 不賣給他 下了命令 不賣給 黃玉朗 厲害吧 已經說出去了 黃玉朗 很想要這個新民大廈 那又怎麼樣呢 文說 呦 兜個彎 不能夠 說什麼洗橫手 總之找個人 去外面 搭了一條 用公司 諸如此類的東西 啪 撿了你 因為你也是賣的 出道價錢 你就賣了 你就是不代表黃玉朗 我不用我黃玉朗的名字 用一間有限公司 後面是 另一間有限公司 諸如此類的東西 搞搞搞搞搞 撿了一個新民大廈 嘩 你氣得胡仙真厲害 到最後 原來竟然那個 買的那個人 就叫做 黃玉朗 我不開心 因為他說明不賣給黃玉朗 黃玉朗很開心 說明不賣給黃玉朗 就是買到你 嘻嘻 這樣 最後還是一個 大家雙方 不好的一個 關係 原本已經好不好了 現在更加不好 更加不好之後 黃玉朗 當然是很 開心地向外公佈 所以為甚麼 就是 跟著網絡 買了你天天日報 厲害嗎 第二間公司 在買天天日報 怎樣 我現在天天日報 拿著 你叫什麼 星島 是不是 我天天天 可以隨時打你 升到 我叫阿克思天天 升得多重要 銷量 看見他要捏一下你 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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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是不是 我們要買這樣的新聞大廈 沒有那麼少東西 不是只做漫畫 以後上市 最後買你 這樣 威脅多大 好了 當時 就得罪了 胡仙女士 後來大家記不記得 這個文化傳訊 即是後來轉為文化傳訊 掌握 股份 其實就是星島集團 對不對 星島集團 最後等這個黃玉郎 即是 坐牢的時候 很難過的時候 沒甚麼錢可以頂住的時候 砰砰砰砰 連續拳 打死你了 收購新聞集團 新聞大廈不是新聞集團 新聞大廈是愛國的 這麼有影 等你打監 坐牢的時候 叮叮叮叮叮叮 頂不住 黃郎就失去了控制權 一口吞了 連這個新聞大廈 連你的漫畫 連你的龍虎門 連你的罪權 連你的神掌 連你的玉林軍 全部吃光 這個故事 就是 在香港漫畫歷史 寫下一個非常誇張的情況 當然日後再變化 現在看到文化傳訊 但是 你記住 那個根 還在 新聞大廈 這裡 是黃玉郎 當初他罵了他 後來別人胡宗就罵了你 這樣 明白嗎 好了 你知道 當時 講這個背景 當時黃郎是 很意氣風發 厲害呀 我上市很厲害呀 諸如此類的東西 厲害吧 好了 當然說 這麼厲害 還有什麼厲害的事 還有 記不記得 曾經說過 中共 共同和黃玉郎 大街兩架大遊艇 鞘鞘鞘鞘鞘鞘鞘 有很多美女 曬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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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不記得 沒錯 是大樓的劉鸛 大樓劉鸛 搞什麼?經常跟黃玉郎一起嗎? 你以為真的要跟你曬一下美女就行嗎? 跟你去… 我沒空,不要追擊一下,對吧? 跟你曬一下美女去半島串,對吧? 不是的,我跟你說, 當時大樓跟黃玉郎是有合作的, 怎樣合作呢?還記得嗎? 1986年,這個大樓很厲害,很厲害, 耍了兩招,將華至中華娛樂, 衝!就撿了在手,記得嗎? 娛樂行在他的手上,很厲害, 追擊就追擊就追擊就追死你, 擊死你那些, 哼! 接著,這個黃玉郎就跟這個大樓很親愛, 於是就… 中華娛樂集團就以每股三個二毫半的價錢, 買了這個玉郎機構擴大之後的股權, 多少呢? 10% 10% 多厲害,一成 盡身董事局啊,厲害! 這個大樓, 就日日和這個黃玉郎, 很便宜,很便宜, 你們兩個都是大媽媽,很便宜,很便宜, 那時候花了大約一億多元, 去買了黃玉郎的股票, 那你想想,黃玉郎賣了給他, 以後大家穿同一條褲了,對不對? 即是說,有機會你追擊,我追擊, 那大家… 我後來沒有連環張公股, 連環還一份, 真的… 好了, 於是,大家知道, 黃玉郎開始, 從這個大樓身上, 就學到很多, 有關於, 他說, 要怎樣追擊, 怎樣玩股票, 所以為什麼由1987年, 時間左右開始, 大家就敲門, 黃先生, 桌面沒有稿子, 你用稿什麼子, 都去張萬柳那裡, 對不對? 他們裡面是電腦, 全部都是看股票, 所以馮志明去黑黑, 叫他拿, 一兩百萬, 一一, 那些一兩萬, 你多煩啊,大哥, 秒秒鐘, 十萬八萬計, 一兩萬, 豪子來的散資, 走走走, 就叫他走, 沒有了, 那時候的黃狼就是在看股票, 接著又把自己的股票按出去, 就買很多股票, 因為股票日日升, 日日升, 日日升, 厲害的, 恩恩向榮, 比起上一年, 當時的股票, 升了50%, 厲害吧? 畫公仔, 畫公仔用來畫出牆, 我們這些畫公仔用來畫出錢的, 省點吧, 這樣, 那於是黃狼每天都去看股價機, 最多就是找個美女, 抱抱抱抱抱抱, 大家知道哪個美女, 然後, 很開心的, 大家不要妨礙了, 好了, 到了9月14日, 1987年9月14日, 什麼事發生呢? 李嘉誠先生出售不靈, 然後, 說一下股市, 當時的股市, 因為為什麼影響了黃狼後面, 還有, 和我在酒店那時候的心情很重要的, 所以要說下去, 大家耐心點聽, 聽完這些東西, 你就先知道後面, 黃狼說什麼, 明白嗎? 好了, 那麼, 李嘉誠先生, 出手了, 出什麼手呢? 他有個集資計劃, 然後, 就要長實, 和機, 家雲國際, 香港電燈, 一起集資, 集資, 集資, 什麼什麼什麼, 只有你大樓式集資, 我是你後面的大媽媽, 我更厲害, 他集資多少? 103億, 103億, 你想想, 1987年, 103億是什麼東西, 嚇死人了, 大哥, 真的, 從來沒見那麼多錢, 聽而已, 什麼, 大哥, 人家劫了哪個, 哪個, 李先生的兒子, 是不是呢? 還在說幾億, 幾億, 十億,八億而已, 大哥, 103億, 嚇死人了嗎? 那個年代, 就是, 103億, 哇, 集資, 那麼, 故事好嘛, 是不是呢? 李先生也是聰明的, 一下集資, 還要簽訂了, 這些是不可抗力的, 所以, 就算發生什麼事, 你們都是要公股的, 不能夠, 就不公, OK了, 就一定要了, 於是, 大家就簽好了, 這些東西, 呵呵呵呵, 有空可以Google一下, 看看這個報紙, 看看有什麼這麼正, 1987年, 10月1日, 恒生指數是, 3949.73點, 好了, 比起, 上一年, 升了54%, 然後, 李先生, 我們能夠抵抗這些大風暴, 有理事力強, 李先生, 就公佈了, 已經簽好了, 大家已經要公股了, 然後就發生什麼事呢? 呵呵呵, 呵呵, 1987年, 10月19日, 你記住, 剛剛是李先生, 在9月中的時候, 才說, 這個公佈, 這個要集資, 接著, 去到10月, 沒有多久, 一個月左右, 不夠了, 這個, 這個, 都中, 杜瓊斯指數, 杜瓊斯美國股市, 很貴天華的, 星期五突然下跌, 股市, 嘭, 嘭, 跌了, 跌股市, 嘩, 香港真是很害怕, 星期五, 10月16日, 香港的股市, 就因為看到, 咦, 不行啊, 這樣, 美國股市就在後面, 那星期一, 香港, 就是恐慌性拋售, 那天就稱為, 黑色星期一, 香港的恆生指數當日,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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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四百點, 就沒有了四百點, 嘩, 這個恐怖的四百點, 你想一下, 王郎自己股票不見多少錢, 他那時候股票說有十億, 你想一下他不見多少錢, 因為為什麼呢, 今天跌四百點, 明天又如何, 老闆, 跟著還有, 他又, 貸款, 抵押自己的股票, 又去炒很多股票的, 那你想一下那裡又輸多少呢, 突然間,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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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噗, 那於是, 你這個大佬, 我不知道你們玩個股票沒有, 你的股票突然間這樣, 你借錢, 去買, 去買股票, 去買股票, 突然間他爬了什麼, 掉了一個, 就是, 那樣的東西來, 你猜你的心會怎樣, 你猜你的心還是不是看了連環圖, 那時候真的在圖, 是不是連環地圖了, 你想圖都圖不了, 要和你買的嘛, 好, 那你說, 不是的, 可能香港差一點, 是不是, 然後, 美國那邊又會好一點, 哈, 美國, 黑色星期一, 都叫做, 然後, 一下子, 跌了508點, 是22.61%, 我跟你說, 股票跌10%, 已經不得了, 可以令到, 無數千萬的人, 傾家婆當產, 哇, 然後, 全世界, 骨牌的樣子, 滷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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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滷, すごい, أن不 convictions 就是黃玉郎當時的樣子 和很多大媽沙乾時的樣子 尤其是你不僅將自己的股票炒 你的好朋友 包括其中一個李麗珍小姐和我冤枉 就是說聽老闆說,聽女老闆說 聽旗民結共,天未有米 你這個玉郎機構 大哥,多辛苦拍戲,拍戲又拍戲 後來又拍什麼那些三級片,對不對? 如果那件事不輸了那麼多 真的不用那麼傷,不要說這些話 那怎麼辦呢? 1987年的股災這麼嚴重 於是突然間 當時香港聯合交易所的主席 主席很厲害,很威風 誰呢?李福少先生 說得到這個,也是的 不是經常說的 財政司的OK之下 那怎麼辦呢? 停市四天 嘩,厲害 停市四天 噗噗噗噗 close 沒試過 大哥 股票就是為什麼值錢呢? 大家會有信心 因為它是最容易流通的 不跟你說買房子 買賣房子 就要簽這個,簽那個 要等買家有性的 很滑 股市不是,見到價位 可以賣 便宜貴,另一回事 可以賣 哈哈 突然間停市四天 就打算被人說冷靜一下 其實自己的股票跌得很厲害 尤其是你是不是坐牢呢?李福少 很滑 停市四天 但是你所謂停市的話 外圍不跟你停的 大哥 是啊 你停了 大家就說很安心 大哥 平均走美國 英國又跌 歐洲又跌 東南亞都不斷跌 你就不歐事 那在這裡 當然不會 大哥 很傷的 直至上平倉的人平不了 糟糕了 那又怎樣呢? 有很多玩股票的人 利用哥斯是甚麼? 走路 即是那時候的股票還沒交收 很多人買了就知道糟糕了 那又怎樣呢? 先飛去 譬如印度人 那些股票 那時候是由得貸款的 很多情況發生 那又怎樣呢? 大哥 再繼續下去死 然後踏飛機 先走了 先走了 你沒事回來 有事以後都不回來 那時候又怎樣呢? 很多錢的債 收不回來 貸款 即是你四天停市 就是這樣 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大家 押在倉裡面的東西 那些東西 借錢出去的人 他可以在市場裡 快點快點 快點 可以 斬了一根原杖 套回演線 沒有? No 沒有了 而這位 我們尊敬的 黃玉郎先生 就因為跟了大哥 看到他這麼多東西 然後自己又要做大媽沙 於是乎 拼命地買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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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乎 一下 文說那時候是 全都被摔倒了 很嚴重的 這間公司都沒有了 那樣 好了 我們大致說到這件事 當然 後面 都可以再說一點點 就是 後來都 黃玉郎是被譴責的 即是聯交所公開說他 包括什麼 炒賣總資產超過15%的股票 又違規地不公佈集團 和劉聯熊 擁有上市公司 外美哥 炒賣股票 和認購 外美哥的新股 你知道吧 劉先生 我買你的股票 買你的新股 又不承扣我 是不是 我益你 你不用益我 這些事情 搞來搞去 不讓聯交所 譴責他 譴責他之後 當然搞到自己 大哥隨時有機會 不是 動手 別人 隨你命 停你牌呀 你死定呀 你錢沒有了 凍結了 更嚴重 所以那時候的黃玉郎 很多人說 大哥 黃先生 你好像還有多少 一千萬 黃先生 麻煩你 你幾時可以 點點點過這些數 很多這樣的情況 很吵架 而同時 他的本業 慢慢 我們完全沒事 對 商量完全沒事 但是 有兩個人有事 一個人 叫做馬榮成 他的合約 就快到了 另一個人 叫做劉定堅 突然扯走一大堆人 出來 吵亂八糟 登上報紙 紙貼了海報 說 我叫做自由人 我現在帶了很多人走 現在 這個浴郎機構 鴨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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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已經 大背景、大孖沙、大有錢人在我後面背景著我 因為如果有的話 這個只是一個開始 並不是一個結束 而肉囊機構當時來說 是不能夠再受一個大風雨的衝擊 因為 繼後還有一個人可能會離去 那個叫馬永成 會不會 後面有一個很大的勢力 一個很大的錢 一個很大的老闆 是支持著 馬永成 和劉定堅 一起出來 成立第三勢力 去對爆這個肉囊機構 所以黃先生 很想清楚知道這件事 而我又怎麼回答他呢 20分 21分 當然又要到下集 讓大家 繼續聽這個故事 是不是很好聽呢 記得訂閱 記得訂閱 記得點讚 好爆的 好爆的 一定令你悶了 下集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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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